12月中下旬的江城会到底会在台中市的哪一家饭店举行 对于这一部分的海鸡会目前保密到家 而我们的独家消息显示 中的绿营人士决定不等了 他们要先出招 从12月13号开始一直到月底的出动上百人人海战术 把全台中每一家五星饭店门口的路群全部申请下来 要彻底包围陈云林 绿营要如何抗议张城会在台中呢 交战守则首度曝光 面对海鸡会将饭店的地点保密到家 绿营干脆将所有台中市五星级饭店的门口 从12月中旬到月底的路权全都申请 准备彻底包围陈云林 12月会有几个假日 我们都已经有做事先的规划 那在江城会可能举行的地点呢 我们会去申请路权 根据规划 从12月13号到31号月底18天的期间 绿营出动上百人用人海战术 申请全台中市每一家五星级饭店门口的集会游行 包括御园酒店福华饭店门口的中港路及安和路 全国饭店的中心街民意街 经典酒店的中港路践行路 还有延长售hotel one饭店正门口 全台反江城会百万人大会师 而且不排除使用暴力 江城会出现签EPA 或者是说有影响到台湾主权的这些事项的时候 我们不排除会有更激烈的行动 这个事情是由警察局处理的 根本不是我来处理 而且都没有发生的事情 江城会在台中绿营打算使出焦土政策 但相关单位强调为了避免危险 即使绿营提出了集会游行申请 但要审核通过恐怕还是有难度的 中文新闻黄梦珍朱显明台中报道